楼市入市气氛自年初回暖,楼价逐步由低位回升,准买加持买会贵的心态形成,累积多月的购买力于三月释放出来,造就楼市急弹现象,发展商把握市放转好形势,纷纷加快推盘步伐,多个新盘权料以较常见的公开发售形式售卖单位。 亦采用招标形式卖楼,以往招标形式多用于豪宅或贵重物业销售,近月却延伸至一般中价单位,由于市民大众大多对招标卖楼并不熟悉,加上招标卖楼的构名度不及公开发售形式,引起市场关注,根据一手住宅物业销售条例,发展商必须于开售单位前最少三天公布价单。 让准买家可仔细了解及比较售价,以及当中列明的各项折扣,回赠及优惠,招标方式卖楼有别于公开发售单位,发展商无需公布价单。 准买家只能以附近周边新盘成交价或透过地产代理去估计或推测发展商的意向价。 但即使只是格伦的项目,在景观间隔座向方面也有可能不同,加上市况或有变,准买家对于拿俠招标单位的价格仍困难重重。 发展商采用招标的优势在于拥有更大主导权。 买家需要自行决定投标价,连同订金递交投标书作为要约,发展商便可收集买家的出价,全权决定接纳哪一位买家的标书,又或基于价格不合而拒绝出售单位,期间若楼价处于升跪,买家为了要志在必得,或有机会以偏高于市场价入标,中标后却发现买贵楼,故此准买家决定入标前而先多做功课了解单位估值。 一手例下新盘成交价虽上载于网页,但公开发售单位与招标单位的成交价却有所分别。 开售单位的成交金额一般已根据买家选择的支付条款扣除了有关楼价折扣,回赠及优惠除了一些未可计算的项目,如提早付清楼价回赠或并非用于直接支付楼价如额的优惠。 买家亦可于已公布的价单中对照定价与成交金额的差幅。 以及各项折扣回赠等同楼价的百分比。 然而,物业网站上载的招标成交价一般就是发展商接纳的买家投标价。 当中并未扣除发展商提供的折扣。 回赠及优惠,故此招标成交价并非买家实质支付的价钱。 虽然销监局于4月已提醒发展商需将新盘成交的所有相关折扣。 赠品、财务优惠等一一列明。 发展商亦已于成交记录册的付注列明所涉及的优惠项目。 但由于付注未必直接列明折扣率,回赠幅度,准买家需要自行找回相关条款内容逐一计算。 对于了解招标单位的真正售价,仍甚有难度,投标要约一经接纳达成了买卖交易。 合约上的价钱亦就是投标价,并未扣除涉及的折扣。 回赠优惠,这方面对于准备透过按揭保险计划申请高乘数按揭的买家,或有可能构成影响。 现时按保计划的楼价上限为600万元。 一般以合约上的成交价是否超出这个上限为准。 假设招标合约上的楼价是720万元。 扣除折扣,回赠优惠共20%后,净楼价实为576万元。 但由于合约价已超出600万元按保楼价上限。 即使买家实质上指以576万元买入单位。 却仍不可以透过按保计划申请80案揭,买家可申请的案揭乘数紧高达证楼价计六成。 即345.6万元。 若然有关单位转以开售形式出售。 合约上的成交价一般已根据支付条款扣除折扣。 买家便可依据合约上显示的576万元申请80案保计划。 首期可由230.4万元降为115.2万元。 但留意,银行最终可批出的案揭乘数。 以楼价扣除所有涉及的折扣。 回赠的净楼价计算。 若合约价仍有未扣除优惠。 例如是完成交易后才提供的回赠和津贴等。 银行亦需在于合约价上减去尚未扣除的优惠等同金额。 得出淨楼价计算实则按揭乘数。 您ию用一定的试图。 多谢您的评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